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遵从那位升到天上的主 参考经文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希伯来书一章五节 耶稣的升天 改变了神的子民理解历史的方式 身为忠心的犹太人 耶稣早期的门徒 都很熟识诗篇第二篇 他们明白 人若尝试抵挡神 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他们知道 有一天 神将会要求世人 对他们的一生负责 现在 他们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了 最初 诗篇第二篇 可能是在庆祝 以色列王登基时所用的 但是认识耶稣的人 却能够在字里行间 看到了更深的含义 也就是 基督做王的预言 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 神从来就没有把诗篇所说 神的儿子 所得到的那种权柄 赐给天使 世上的王 就更不可能得到了 耶稣升天和作王的时候 神宣告 祂的儿子要承受万有 又立他去掌管世界历史 和整个宇宙 这番说话也包括了一个警告 如果耶稣真的就是 神的儿子和万有之主 我们便必须要认真的 去看祂的能力和权柄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生命 交付给祂 祂为世人担当了罪的刑罚 所以祂有权 把祂的愤怒 倾倒在罪和罪的后果之上 并且吩咐世人要抵挡罪恶 然而 最终的目标 不单是叫世人接受基督 也是要叫他们 在已升天的万有之主里面 找到硬币 神已立耶稣来施行拯救 今天 你愿意接受耶稣的硬币吗 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能的神 这个世界 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地方 求祢带领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每一个人 更愿意服在耶稣的权柄下 和得到耶稣更多的保护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